在串哪一个他的称呼,所以这边会分成两部分看 一个是他的姓,他的名字里面的姓氏部分 OK 后面的话是他的称位,称位的话就是根据他的那个性别 所以这边会两个部分,跟前面一题有点像 但是 他的方式不太一样 这一题的话是要用串接的 串接的话需要用到一个叫AND的符号 AND OK,以后的话在 这里面如果你要串接两个东西,一定要AND的符号 OK,所以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所以分两阶段,第一阶段 先插入一个什么呢,文字函数 然后我要从左边开始算,所以这边的话记得用LAT 顾名思义嘛,LAT 那从右边的话是right,按确定 然后呢test给这一个,几个字呢,我要一个字 所以他会回来就5 OK,那大概向下填满都是只有信 那后面的话要加上称位 可是称位你不能说全部的人都AND先生吧,比如你这边都AND 假如你全部都打先生 张 张 就是有女士的话也不能叫先生 所以怎么办呢,你要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 怎么判断 AND后面 第1个 关键来了 1 一定要先串一个AND 2的话呢 你后面就要串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会有两个,先生或小姐 所以怎么办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在插入 如果你第2次插入函数的话 好像会盖掉衣服 所以记得第2次使用函数的话,请你点前面这边 找到什么,找到衣服 他会帮你怎么样呢,把这个衣服 加到哪里呢 加到这个的后面 所以呢,你第2次使用的话,建议是从这边 加到后面 OK,这个可能要注意细节 但没有很困难啦 不过你不会,你就是做不出来啦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技能嘛 技能就是会跟不会的差异而已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你就是要把它学会就对了 OK 不要只是说好像会讲 很多人就会讲,但是做不出来的 我们当然尽量能够会做会讲,是最好的 OK 好,衣服 有没有 这个时候衣服就过来了 逻辑也跳出来 做什么呢 如果 他的性别是等于男好了 所以你就是把男,记得前后要双引号 这个 一定是必要的 然后你就把那个男,输入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那他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就反还 就串一个什么呢 先生 反之又小姐 就是女士 先生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个 两个的结果的判断 让他有一个 不同的称呼 串接到哪里呢 到后面去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根据那个 性别 就会有不同的 称呼方式 OK 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